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新闻事件是深圳市紧急发布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 近日 深圳市发布深圳市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 指导民众应对灾害 引起当地群众联想到是否与台海紧张气氛有关 深圳市应急管理局发布的深圳市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中的基础版 分别从应急物品 应急工具 应急药具 对常见灾害和使用所有灾种列出所需物品 以及多功能应急手电筒 救生哨 灭火器 呼吸灭罩等 扩充版包括食品 生活用品 应急物品 应急工具 中国网民对此感到惊讶 微博网民大象留言称 这时候发布这消息 不联想都难啊 也有人写道 福建要出事吗 厦门方面要打仗吗 广东商人王爱中说 当局有些举动确实让人费解 有些做法确实让人捉摸不透 比如前一段时间 全国很多城市有防空训练 包括对市民的提醒 要做好空袭准备 包括现在一些地方提示做物资准备 包括四川上次那边政府要求藏粮渔民 深圳这次出了家庭应急清单 除了食品还有其他的 王爱中表示 也有可能是政府在营造某些气氛 为了配合对台海的文工武下 虚张声势 营造气氛的可能性也存在 市民林先生说 类似深圳市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 意在吸引市民的目光 一旦他要做什么事情之前 不会预警 如果预警 这件事就做不了 不做自己的面子又没有 怎么办 那就装个样子 不想打仗 但要表现出想打仗的样子 中共一直是这样的态度 就是让老百姓知道我们要打仗了 在国际上 免息免贷款 中国近期加紧在台湾岛周边的军事活动 今年前九个月 中国就对台湾的防空识别区 出动战机1710架次进行空中侵扰 并实施1029次海上侵扰 台湾国防部表示 自今年初以来 台湾空军被迫紧急起飞 4132架次 同比增加了129% 在过去一个月 有近40架中国战机 越过台湾海峡中线 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 第二个新闻事件 是美国国务院已将支付宝的母公司 蚂蚁集团纳入贸易黑名单 继中兴 华为之后 中国金融科技巨拨 支付宝的母公司蚂蚁集团 有可能将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 由美国金融和科技分析 人士担心 鉴于蚂蚁集团的所有权 潜在的军方背景和美国数据 隐私法规的缺席 美国公民的银行 生物 行为和认知数据 可能会被蚂蚁公司上缴到 中国政府手中 路透社10月14日报道 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 美国国务院已递交一份提案 要求特朗普政府将蚂蚁集团 列入贸易黑名单 不过 有权决定将哪家公司加入该名单的最终用户审查委员会 包括美国国务院 国防部 能源部和商务部 这些机构都没有对路透射的问询 做出回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5日表示 中方反对美国滥用国家安全概念 打压外国公司 呼吁美方遵守国际经贸规则 蚂蚁集团正计划在上海和香港两地上市 一部分美国鹰派官员则试图阻止美国投资者参与蚂蚁集团的首次公开发行 该集团的EPO规模预计获达到350亿美元 有望成为全球最大上市案 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写道 通过协调蚂蚁集团在香港和上海证券交易所EPO 华尔街奖励了中共对香港自由和自治的公然镇压 这是令人感到可耻的 路透社称 美国官员还担心蚂蚁集团 可能会让中国政府获得美国用户敏感的银行数据 华盛顿如咨询公司资深分析师朱淮安表示 阿里巴巴持有蚂蚁集团三成股份 除了金融数据 美国公民的声化和行为信息都被蚂蚁集团一览无余 必要时可能会交到中国手上 蚂蚁集团会收集关于人脸 指纹 声音 纹身等声化信息 包含手写 打字 地点 WiFi无线网络使用等行为数据 还有个人的知识和目标数据 该公司的政策是 收集到的个人数据被储存在他所服务的国家 如有必要 可因安全等原因对数据进行跨国转移 9月份 美国当前危机委员会曾致函特朗普总统 港交所以及多所国际投资银行 列举蚂蚁集团对美国构成的七项安全隐患 包括这家公司投资了参与监控新疆维吾尔人的矿石科技 阿里巴巴本身的军方背景 芝麻信用服务于社会信用体系 中美脱钩后 香港股市恐大幅波动等等 这份公开信指出 蚂蚁集团对公民的隐私保护记录是如此糟糕 不仅美国政府信不过 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018年也公开批评其任意收集用户信息 有为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的国家标准 2018年初 美国外资审议委员会就以国家安全唯有否决了蚂蚁集团与速汇金价值12亿美元的并购计划 挫伤其海外扩张步调和野心 然而 不是每一项蚂蚁集团的海外并购都被美国挡在门外 2016年 蚂蚁集团就成功收购美国本土企业Iverify 孵化出蚂蚁佐罗 致力于打造金融级的人脸识别 取代PIN 密码和线下身份验证 朱淮安建议 美国政府有必要重新考虑蚂蚁佐罗的出口许可证 蚂蚁佐罗百分之百由蚂蚁集团所有 受蚂蚁集团首席技术官 支付保释业群总裁倪行军领导 他的总部仍然位于密苏里的堪萨斯 保有美国富国银行等本土客户 10月15日 美国白宫发布关键和新兴技术国家战略 点名中国多年来偷窃美国的知识产权 损害自由市场 人工智能 半导体和量子信息 科学等都被列入这份技术名单之中 本月初 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将新兴技术管制清单扩展至37项 包含可规避计算机 或通信设备上的身份 验证或授权控制 并提取原始数据的数字取证工具 亚轨道飞行器 混合增材制造计算机数控工具等六项新技术 朱淮安表示 除了加大技术管控 从近期抖音 微信和蚂蚁集团的安全争议来看 美国急需制定一个系统性的数据管理策略 目前相关规章 多局限于各州级别 难以在联邦级别进行宏观调控 比如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 中国的数据安全法等等 而蚂蚁集团 在最近给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强调 该公司仅有5%的业务 在中国境外 中国经济学者贺江斌表示 蚂蚁集团被列入美国的黑名单 不会重创它在香港的上市募资 美国的高盛 花旗银行都不能承销 也不能购买蚂蚁集团的股票 但瑞士的金融机构跟中金公司都可以 不影响它在香港上市 但股价可能造成一定影响 蚂蚁集团脱胎于阿里巴巴集团 是中国移动支付巨头支付宝的母公司 于2014年正式成立 尽管2020年中国经济限于维米 上半年该公司净利润达到219.23亿元 同比增长1158.7% 除了旗舰产品支付宝 蚂蚁集团发展出多元化的金融商业帝国 包含余额宝等理财产品 花呗 借呗等消费信贷产品 并建立其包括受险 健康险等保险科技平台 专注于金融科技行业的研究公司卡普隆纳西亚的总监 卡普隆表示 这是一种超级应用的方式创建一个由支付实现的生态系统 然后在上面叠加其他金融或非金融的产品和服务 这在全世界没有其他公司能够成功做到 蚂蚁集团目前的全球化扩张大多局限于东南亚地区 包括2017年与印尼及时聊天平台BBM共同成立合资公司 并推出数字钱包Dana 2018年与孟加拉国移动支付公司Bcash 共同打造孟加拉版支付宝等等 经济学人杂志在9月份的封面报道中写道 只要金融科技更加安全 开放并尊重个人权利 由中国领导的货币革新会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朱淮安十分欣赏中国在数字金融领域的领军性创新 但是 美国担心的是 中国如何收集和使用个人数据 是否将数据武器化 这给美国带来对国家安全和人权保护的优惯 贺江斌认为 只要中国不进行政治经济体制 根本性改革 中国尚未加入国际货币结算体系 人民币仍然不能自由结算 蚂蚁集团建立全球数字 支付帝国的梦想只能化为泡影 无论你是在美国 非洲 世界各地 你用微信或者支付宝支付 实际上还是中国银行和中国银行支付 中行对农行支付 你并没有加入国际结算系统 现在的努力都是技术性的 室内循环 自己跟自己玩可以 加入国际大循环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三个新闻事件是民意转变 多数美国人愿承担风险保卫台湾安全 正值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 箭把弩张之计 美国智库新发布的一份民调显示 美国和盟友普遍同意 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而多数美国人民也愿意承担风险 保护台湾不受中国军事威胁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14日发布 测绘未来美国对华政策民调结果 针对美国一般民众 及对亚太事务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 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发现 大多数美国公众 对于中国持消极态度 有54%的民众认为 中国是对美国构成最大挑战的国家 其次是俄罗斯占22% 此份民调也发现多数人愿意承担风险 保护盟友不受中国军事威胁 包含日本、台湾、韩国 民调以1-10为刻度 来评估受访者认为 值得承担风险的程度 数值越大 表示越值得承担重大风险 在针对一般民众的调查中 台湾获得6.69分 其他依序为韩国6.92 日本6.88 澳大利亚6.38 而南中国海部知名盟国或伙伴是6.97 针对400多名美国意见领袖的调查 认为美国应该为防卫台湾承担风险的分数是7.93 较一般民众更高 其他依序是日本的8.86 澳大利亚8.71 韩国8.6 南中国海部知名盟国或伙伴7.12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中国实力专案主任格莱怡说 过去的民调显示 如果台湾遭到中国的攻击 仅有少数美国人会支持台湾的防御 我们这次的民调表明情况已不再如此 中国不能 也太不可能排除 一旦中国对台使用武力 美国会干预的可能性 芝加哥外交事务委员会去年的民调显示 若中国武力犯台 只有不到四成的美国民众支持出兵协防台湾 对于此转变 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执行长肖良喜表示 近期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 是美国人民态度转向积极的原因 因为美国政府近年来对台湾的明显支持之下 美国民众更加认识台湾的民主 其次 美国国内媒体的报道 不仅将台湾描绘成潜在的军事点 更强调台湾的民主制度和出色防疫 此外萧良喜也强调 在调查所提及的国家中 台湾是美国唯一没有签署共同防御条约的国家或地区 这个结果格外引人注目 民调显示 美国民众对保护台湾的支持度 与其他国家相近 但在美国意见领袖部分 与其他国家差距较大 台湾 7.93分 少了支持度最高的日本 8.86分 将近一分的得分 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叶耀元对此分析 中国武力犯台的可能性 远高于其他国家 因此意见领袖会做更谨慎的评估 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分数 某种程度意见领袖 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是有在计算战争的可能性 跟战争的花费有多高 分数之所以会有这么宏观的差异 某种程度代表着 他们知道保卫台湾代价也比较大 叶耀元认为 专家与一般民众对于议题认知不一 回复民调时的考量也有所不同 因此造成彼此数据有所差距 民调显示 绝大部分的意见领袖认为 美国对华的国家安全战略重点 应该放在优先考虑与盟国合伙伴的合作上 即使这会损害与中国的关系 此外 无论意见领袖或是一般美国民众都该度支持美国 促进中国的人权问题 第四个新闻事件是不愿使用武力对平民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辞职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局15日发布消息说 总统热恩别科夫已决定辞职 他表示 如果局势恶化 当局将不得不使用武力 会出现流血伤亡 我不想成为吉尔吉斯斯坦历史上 一个造成流血伤亡 朝自己的公民开枪的总统 目前县总理代理他的职务 当地媒体援引总统新闻局的消息报道 热恩别科夫在就辞职发表的讲话中说 昨天 吉尔吉斯斯坦议会批准了政府的组成 我签署了相关任命的总统令 但这并没有缓解紧张局势 要求我立即辞职的呼声 仍在继续 热恩别科夫强调 对他来说 吉尔吉斯斯坦的和平 国家的完整 人民的团结和社会的安宁是最重要的 他同时表示 首都比什凯克的社会政治局势 仍然紧张 他呼吁总理 扎帕罗夫和其他政界人士让他们的支持者撤离首都 热恩别科夫14日会见了新任总理扎帕罗夫 扎帕罗夫在会见中表示 热恩别科夫应在当晚辞职 热恩别科夫14日则表示 他将在议会举行重新选举后辞职 应对本月4日议会选举初步结果不满 吉尔吉斯斯坦多个落选政党5日在首都比什凯克市中心阿拉套广场 举行抗议集会 要求取消选举结果 并要求总统热恩别科夫下台 当晚 示威者闯入总统办公室和议会所在地 白宫并与警方发生冲突 即中央选举委员会6日宣布议会选举 结果无效 9日 即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将在11月6日前 确定议会重新选举时间 好了 今天的言归正传大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